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今天没有吃早饭 然后有点着急去公司上班 然后就有点眩晕 醒来的时候 就是工作人员在帮我 他糊口啊 然后还有就是给我糖吃 就很感谢他们 就是那天早上 然后就我一进地铁 然后感觉头非常的晕 然后就脑子就没有直觉了 差不多快失去意识了 然后我就晕倒了 就我从地铁出来 然后那个唐大哥就把我炸出去了 后来他就跟我插这 慢慢的我就恢复意识了 所以我特别感谢他 公司战就是幻军战 其实客流量比较大 经常出现乘客晕倒的现象 汤尾 冲散 利用塔 汤拿 这些各种技术 这些有需得预导的乘客 我亲眼目睹了 需得乘客到福音庄 感谢汤尾同志 我是从2003年六月份 学习的这个针灸 刚开始学的问题 就是我目前身体不好 还有身边的朋友 有许女哥都要一下 好点 妈 回来了 好 我这个饭做好 我吃吧 妈 今天身体怎么样 我这腰有点不舒服 没事 挺好的 一会儿揉揉 看着咋了啊妈 那咋挺舒服的 不疼 她是2003年六月份学的 学习的时候有六多个人 他们俩才学会两个人 她一直就没间断 我是辅警唐红崴 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快乐